女神接连出包 李玉芬被拍到了 是车子并排停放 上车之后又快越 闯越了双黄线回转 违规连连 那么无独有偶 看到郭雪芙还开车 撞计程车 喂 警察了 我们来上白天车了 这百万名车的主人就是 划划划戴着墨镜 手里拎着一袋刚买完的咖啡 女星李玉芬被平面媒体直击 路边并排临停 明显违规 阿婚三步开来当然不让 买咖啡临停 站了整个车道停 车之霸气啊 临走起来加码 跨双黄线回转 更让人替她担心的 还有上个月 李玉芬一边开车 一边请朋友拿着手机 透过脸书直播 长达26分钟 很晃 我好羡慕口才好的人喔 我啊 我走错路了 果然开车是不能很清楚 跟着歌曲摇摆身体 边开车边聊天 还能回应粉丝问题 一度让李玉芬走错路 过程似乎有点惊险 不少网友看了 都替她捏了把冷汗 巧合的是同团团员 郭雪福日前开车也出了状况 来来来 楼枪 来 你来来来来 之前郭雪福自己开着车子 和计程车发生擦撞 过程也被拍下 不久前才刚拿到驾照的团长宋米琴 则被告诫要记取团员们的前车之件 而对于李玉芬并排停车违规被拍到 经济人表示非常抱歉 强调以后一定会更加注意交通规则 记得台北综合报道